雪州双西甘迪斯补选 伊斯兰党不上阵 然后他们不止一次公开表明要跟巫统站在同一阵线 伊斯兰党的宣传主的纳斯鲁丁 昨天下午出席活动的时候 就帮在场的巫统候选人洛曼背书 说他们要让希望联盟输 他们会全力帮巫统的 那嘴巴说说还不够 伊斯兰党一行人昨晚还去到洛曼的竞选行动室 办政治讲座用行动力挺洛曼 就在伊斯兰党公开呼吁自家党员要投巫统的时候 巫统却有自家人唱反调 叫巫统应该靠自己 巫统和伊斯兰党在双西甘迪斯补选上的合作关系逐渐明朗化 前无亲团长凯里昨天到选区 为巫统候选人落满拉票时就大唱反调 他说巫统不应该接受外援 凯里坦言就算这一次两党能够合作 但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巫统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取人民的支持 无论如何 伊斯兰党公开表明支持巫统 并没有影响到希望联盟候选人 扎瓦威的信心 扎瓦威尽早走访选区之后 告诉记者 他相信至少会有3000张伊斯兰党支持者的选票 流向希望联盟 随后扎瓦威一步到宗教学校出席健康检查活动 身为公众党主席的旺阿兹沙也现身帮忙助选 同场出席的部长级人马 还包括了教育部长马智里 和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